大家好,所有的会员,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大师课程讲座 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Mighty Mintu 我是来自越南的15K总裁 那我今天就会来主持这场大师课程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们就开始 好,那我们在进到主要训练之前 我不确定大家是否有参加我的大会训练 那在我的大会训练中呢,我也跟大家分享 在我参加体重管理挑战赛之前呢 我其实一开始做得并不好 我那时候面临很多的困难挑战 那我后来做了一些调整,调整我的事业方法 帮助我,发展我的事业 我很快地就了解到 其实我们常常要采用一些事业方法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把它变得太复杂 所以呢,我这边要先确定的是 就是我们采用任何的事业方法时 一定要先考虑三个因素 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尽量地简化 尽量地简单 为什么要简单呢? 因为如果我们把它变得简单一点 我们组织中的伙伴就可以复制我们的方法 很多人可以跟随,可以一起创造好的成果 那其次呢,事业方法应该要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来进行 像是顾客在参与我们的活动 他们要觉得很开心 而运用这个事业方法 执行这些计划的人 他们自己也应该要乐在其中 那只有我们感到很快乐 只有我们自己也玩得很开心 我们才能有效地来落实 我们就不会觉得好像很辛苦 那我们如果可以把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 而且可以持之以恒,长时间下来 我们可以创造很大的效果 这个就是神奇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结合三个因素 简单,有趣,还有神奇 那我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件事 我们必须要来指导 是我们的事业方法 可以在未来带来什么样子的成果 我们必须要专注在基本面 那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这个事业方法 他也要为我们的顾客带来好的效果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我们的顾客他想有好的产品效果 我们才能继续地推动 那就像大家知道的 不管我们处于什么位阶 如果我们想要在这个旅程中不断地进步 如果我们想要扩展我们的组织 我们就应该从顾客数量 从顾客基础开始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来开始 我们可以透过创造 而且为顾客带来好的产品效果 用这样的方法来开展我们的事业 这是最好的方法 人们有好的产品效果 他们就会留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就可以保留他们 我们不需要再去为了要来取代这些离开我们组织的顾客 而要想办法去取得新的顾客 所以顾客相信我们 顾客有好的产品效果 他们就可以介绍他们的朋友、亲戚、家人 把他们推荐转接到我们的组织 这样子就可以帮助我们吸引获得新顾客 所以良好效果的顾客 他们可以再帮助我们争取更多新的顾客 那这个顾客就可以帮助我们带来更多的顾客 那这样的事业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生活 可以改变收入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取得成功 但这并不是我们在贺宝福旅程中唯一想要实现的目标 而在这个旅程中最宝贵的不只是收入 而是我们的个人发展 正如吉米龙所说 如果我们努力工作 我们只能谋生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努力让自己进步 让自己进步 我们就可以实现更大的成就 所以问题是我们要从哪里可以去吸引 找到那些愿意参加体重管理挑战赛的人呢 那我不知道大家组织的情形是什么 但我的话呢 我主要的事业方法是透过营养俱乐部的部分 那在我的营养俱乐部呢 我们所有团队的伙伴 我们都需要设定体重管理的目标 加入营养俱乐部 他们的体重管理有什么进步 有些人他们都停止了 他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效果更好 还会找一些借口 都只是为了方便要使用产品啊 然后我们有特定的体重管理目标 但其实呢 他们是很想要好好管理体重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些伙伴 我们其实可以吸引他们 来加入我们的体重管理挑战赛 那另外一群的一些参加者 是哪些在家使用产品的人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看到的是相较于在营养俱乐部 使用产品的顾客呢 要照顾那些在家使用产品的顾客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他们没有一群人 跟他们一起为同一个目标 使用产品 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看到 其他人的产品效果 所以要跟这些人建立信任 是非常重要的 也更具挑战 特别是那些想要长期控制体重的 这些朋友 很难让他们专注在目标上面 那我们如何要来确保 说他们可以实现他们想要的目标呢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锁定的第二组人 那我们组织中呢 第三组目标对象 是有一些会员 他们其实这一开始他们是顾客 他们有一些好的产品效果 有些顾客成为大使 他们开始投入事业 可是他们开始投入事业的时候 他们只是一直想要找新的顾客 他们却忘记自己要使用产品 他们忘记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健康 然后他们就停下来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停下来了 他们就成为自己事业发展的阻碍 那顾客他们看到了健康生活教练 或者是顾客看到这些会员 他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成果可以提升 这些顾客就没有失去信任 而这些会员他们也没有再有动力 可以跟更多的顾客分享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让这些人来参与体重管理挑战赛 那我们第四类呢 我们可以去注重的是这些潜在的新顾客 他们其实从来不使用我们的产品 也不会因为我们的邀请而参与体重管理挑战赛 那我们这些邀请可能可以亲自发送或线上发送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分享 来让他们知道这个挑战赛 举例来说 我们会制造 制作一些影片 来介绍我们的体重管理挑战赛 我们发送给这些新的潜在顾客 或者是我们透过他们把这些邀请 再发送给他们的朋友 那你们知不知道 有没有人是想要改变体态 有没有人想要变得更活力 有没有人是想要做更好的体重管理呢 请把这个邀请函跟他们分享 透过这些邀请 我们就可以找到那群人 来邀请他们来参与我们的体重管理挑战赛 好那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谁呢 应该来参加我们的体重管理挑战赛 那我这边想要说的是呢 我的做法呢 我跟我的团队 我们一起的做法 那我们从挑战赛一开始 一直到结束 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会先确定 有哪一些是想要参加挑战赛的人 有哪一些人想要参加 那我一开始就会先跟他们来合作 那我会从营养俱乐部开始 那透过这一个分享来进行 如何做体重管理呀 可能是透过Zoom 或者是我们可以见面聊一聊 那我们就会讨论说 应该要做什么 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想要体重管理 有哪一些培训课程 怎么样帮助他们 那我们组织中的这些伙伴 可以帮助大家 来取得更好的这个成果 那除了这样子以外呢 我还建立了一个所谓的 虚拟线上办公室 那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这些时段 可以让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参加他们有兴趣的时段 那透过这些虚拟办公室 可以有分组的这些讨论室 大家就可以去参加特定主题的讨论 那同时呢 我们还开发了一些 不同的这些影片片段的资源 可以去转发分享给有兴趣的人 那我们同时也建立了一些聊天群组 我们可以去跟进追踪 这些挑战赛的参赛者 当人们参与体重管理挑战赛的时候呢 我其实我就会建立两个聊天群组 一个群组呢 是要让团队去支持我们的参赛顾客 那这些小组里面呢 只有九个会员 再加上一个健康生活教练 健康生活教练他们可以分享 鼓励会员激励会员 而且尝试了解会员的期待是什么 所以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呢 每一个小组我们都有一个健康生活教练 那同时呢 我还为健康生活教练建立了一个支持小组 我们可以把内容 把相关的材料 转发给健康生活教练 这些生活教练 他们也可以跟参赛者分享这些资讯 他们甚至可以提供一些 关于参赛之后呢 如何来做到体重管理的一些建议方法 举例来说 有些内容啊 包括像是喝水的重要性 蛋白质的重要性 如何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如何按照自己的期待 体重去做各种的运动等等 我们去分享这些素材 那在我们的挑战赛里面呢 每一个人呢 我们都希望可以是公平的对待 决定来说呢 我们在参与任何体重管理挑战赛之前呢 每个人都要自己的这个口号目标 而且大家必须要在挑战赛一开始的时候 就先测量自己的体重 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公平的起点 而且在挑战赛期间 我们可能每天或者是每几天 都需要测量自己的体重 他们也可以追踪自己的这个过程 那让健康生活教练 可以随时跟参加者提供相关的建议提醒 那同时他们还可以分享 他们在家吃的东西啊 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他们分享 什么样的资讯 提供什么样子的建议 那我们同时也会跟他们分享 有关营养的资讯 我们同时也想要了解 这些参赛者 他们在挑战赛期间 是否很严守纪律 那如果我们可以很密切的 去追踪大家的进度 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帮助他们 我们才能够确保他们有好的产品 好的效果 那我的团队呢 我们还为健康生活教练建立了支持小组 举例来说 他们在支持参赛者的过程中 如果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 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像是新会员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的顾客 他们遭遇了一些问题呢 我们这一个健康生活教练的支持小组 就可以协助我们的这些伙伴回答问题 那同时我也开发了很多内容资源 来培训健康生活教练 让他们变得更专业 让他们了解说 如何在挑战赛中 支持自己的这些参赛者 那同时 我们也专门为健康生活教练 提供了一些培训 我刚刚提到的虚拟弹工是 帮助这些健康生活教练 有效地实施他们的事业方法 那特别是在这个10天的挑战赛里 以后呢 我们会去表扬 所有刚刚完成挑战赛的伙伴 那基本上我们会马上表扬 表扬这些参赛10天的人 10天之后 他们有什么效果 谁的成绩最好 谁在10天以后 获得最理想的这一个体重 同时我们还会颁发奖状给大家 表扬大家的努力 表扬大家在挑战赛期间 10天的纪律跟努力 我们同时也会准备一些小礼物 来鼓励大家 而且最好的地方是 这些礼物呢 其实是所有的参加者 大家共同贡献的 有了这些表扬 参赛者感觉就会很好 因为10天以后 他们看到一直有人陪他们 让他们有动力 而且有很多人一起在体重管理挑战赛 这样子也可以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心态 同时大家也有机会 克服过去生活方式的一些错误 可能过去体重管理的经验里面 犯了一些错误 他们可以做调整 这样子呢 就可以进一步的激发他们 让他们有动力 那我的组织呢 其实不止这样子哦 从这个挑战赛的九个人聊天群组里面呢 我可以去找到谁有最好的效果 或者是哪一些人达到理想的体重 那同时可能有一些挑战赛的参赛者 他们没有得到好的预期的效果 那针对这些伙伴呢 我们就会让他们从现在的这个基础 他们可能可以再参与下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的体重管理挑战赛 而且我们会确保 他们可以再投入参与一个更大的社群 如果他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使用产品 如果他们可以看到更多人有好的产品效果 他们就有动力来改变自己 来提升自己 让自己更健康 所以我的组织会帮助我们的参赛者 去参加大型表扬活动 特别是我们会透过野餐 那因为大家是一个很大的社群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可以建立人脉网络 我们就可以更投入参与挑战赛 那除了这个体重部分呢 如何说服家人 如何让他们的社群去分享 如何成为大使 那透过这些自己的经验 可以激励更多人 帮助其他志同道合的人成为大使 来进一步的把更多人来分享我们的体重管理挑战赛 所以这些都是在挑战赛之后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让我们可以接下来参加投入更多的体重管理挑战赛 那最后一个关于体重管理挑战赛的一个活动呢 是我想要介绍的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表扬的部分 那我们有小礼物作为感谢 作为表扬 提供给这些取得好成绩的参赛者 那如果这些参赛者 他们没有分享自己的故事 他们没有分享他们的好成绩 我们其实很难可以把顾客去转化为会员 甚至成为督导 或者是他们把自己的故事去分享给新的顾客 所以其实我们很注重这些活动 来激励参赛者有后续的分享 举例来说一个小礼物给任何的参赛者 就可以鼓励更多人来参与未来的挑战赛 透过这些礼物来表扬激励 他也可以帮助我们创造更多的潜在顾客 从而扩大我们的顾客基础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会员 如果他们 如果我们想要去接近参赛者 他们的影响圈 这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如果参赛者可以在他们的影响圈 去分享他们的这个产品效果 我们知道其实人们有一种心灵 他们如果看到说他们的朋友 亲戚使用过产品 他们也会比较使用 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产品比较熟悉 所以他们使用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所以产品 顾客有好的产品效果 这个就是最有说服力的 是最有力的产品见证 也因此我们很重视这一类活动的举办 我们希望可以去促进 这一些资讯的整个沟通跟传达 同时我们的会员 他们其实非常会利用社群平台 那当然在越南因为相关的规定 他们不能直接分享他们的成果 但他们可以分享一些连结 举例来说 他们如何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那或者是他们如何有所提升 他们如何觉得变得更有活力 那透过社群平台 他们可以发布一些贴文 去表达他们对健康生活教练的感谢 或者是可以去发出一些邀请 举例来说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 我如何改变我的生活方式 我如何参与这些挑战赛 请透过这个电话 透过这个方式跟我联系 或者是呢 也可以去提及健康生活教练的名字 然后透过这些贴文 我们就可以实际去接触到 参赛者营养影响圈的这些伙伴 那我同时会邀请我的参赛者 他们去发送一个一分钟的邀请 去介绍体重管理挑战赛 那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剪辑好的影片 那同时呢 在这些剪辑的影片里面 也有这些QR Code的这个二维条码 让他们也可以参加 介绍我们的体重管理挑战赛 所以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我所做的事情 让我们可以接触到社群里面更多的人 好 那针对体重管理挑战赛呢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 一些需要留意的一些事项 为了让我们的体重管理挑战赛更有效 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遵守这四个理念 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样子的事业方法 我们都需要好好的遵守这四个概念 那除了这个体重管理挑战赛之外呢 我其实我的事业方法 也有使用营养俱乐部 那我一样的会去落实这四个理念 那我使用这四个理念 应用在我的事业方法里 我发觉说效果是非常好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顾客 还有为我们的参赛者有好的效果 我们必须要确保透过这些挑战赛 他们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产品效果 透过这些挑战赛 他们需要被肯定被表扬 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在任何地方 我们真的很努力 我们尽力而为 我们其实就会想要被称赞 我们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努力 我们也很开心如果可以收到礼物 所以我在挑战赛就创造了这些活动 我有很多不同的表扬活动 举例来说 光是在我们的九人小组里 我就表扬那一些可以取得好成绩的人 那同时有一些更大的活动 更大的团队 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在更高的层次去表扬他们 举例来说好了 如果在很多个挑战赛里面成绩最好的人 或者是如果我们有很多个团队参加 哪一个团队表现最好 我们就会表扬整个团队 让大家有团结一心的感觉 而且整个团队他们就会再进一步的互相激励 他们互相鼓励积极参与挑战赛 所以这不只是在个人层次 而且是整个团队都能够一起去激励 取得更好的成绩 这样子就可以为我们的挑战赛 去创造驱动的力量 那第三件事情是社交跟网络人脉 大家知道我们的参赛者 我们的顾客 他们使用我们产品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想要获得好的产品效果 他们也想要有归属感 社群的一部分 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成为一个社群的一部分 那我们希望可以用这样子的心态 去经营我们的团体 所以像是想要体重管理的伙伴 他们也要有体重管理的社群 那我就建立了这些社群 然后把大家放在这些群组里 让大家有机会可以交流社交 建立人脉网络 那第四个理念 就是大家要了解 他们所达到的价值跟改变 对于家庭的影响 对于社群的正面影响 他们就可以跟更多的伙伴 分享这些好的成果 进而让更多的人 可以参与挑战赛 也可以跟我们更大的社群 来分享 那同时也可以让社群更凝聚成长 所以这个就是针对我的事业方法 体重管理挑战赛 我所会执行的四个理念 那希望这样可以去创造 促进一个团体社群的意识 让我们的团队不断的成长 那我使用体重管理挑战赛的时候 我就是严守这四个理念 好那我刚刚有提到了 体重管理挑战赛的四个主要的步骤阶段 那同时大家也看到 这个是整个体重管理挑战赛的过程 包括我怎么样去进行 我怎么样去表扬 还有我如何支持我的组织 不过我们不只这样而已 我们不会停在这里 我们是想要建立一个团队 一个组织 我们希望有一个过程 一个流程 让更多的人可以复制 可以做跟我们一样的事 这样子我们的RO会增加 我们就可以晋升到更高的位阶 所以透过这些挑战赛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 潜在的事业经营者 而透过这些挑战赛 我也可以帮助我的会员 找到更多潜在的会员 那潜在的会员 其实就是享有良好产品效果的参赛者 同时那些热爱我们产品的伙伴 相信我们产品的伙伴 他们有些人 他们有好的产品效果 可是他们没有热情 有一些人只是觉得说 他们改变了生活方式 他们的产品效果就不错 但是他们应该要对产品有信任 他们应该要对产品有热爱的 那同时呢 这些伙伴 他们可能会有兴趣 参与一些比较小型的团队活动 他们想要跟社群可以互动 他们希望可以加入 具有相同的理想的这个社群 那第四呢 他们愿意来跟社群分享好的产品效果 他们想要成为团队的一员 他们想要成为经营事业的会员 来继续这一段旅程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去辨别 哪些人有潜力 我们哪些人 我们可以来引荐他们 让他们从顾客升级成会员 那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些潜在的会员 我们就可以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贺宝福商机会 可能就在一个小的餐厅 或者是可能在我们的营养俱乐部 那当然我们要符合遵守所有当地的法规 那我们创造这些机会 把我们的会员 让他们带参赛者来参加这些活动 让他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事业的商机 除了在健康之外 还可以实现哪些价值 自我实现 可以去支持社群 或者是他们努力工作 也可以实现他们自己人生的财务目标 透过这些商机会议 我们可以去找出有哪一些人 他们非常渴望学习 想要成为会员的伙伴 那如果他们成为会员 他们已经也拥有自己的顾客了 因为他们已经有推荐 介绍了我们的这些顾客 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有自己的顾客基础 我们可以让他们注册 把他们加入到我们的系统 那他们注册成为会员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带进来 按部就班的参加培训的系统 我们的组织也发展出非常结构化 有组织的培训系统 会员 活跃会员 督导 然后一直到不同级别的这些活跃督导 我们都有不同的培训 但我们同时还建立了一个支援系统 支持大家的事业 举例来说 他们从事营养俱乐部 他们就可以向营养俱乐部的经营者来学习 而在营养俱乐部里呢 我们也可以去安排很多 不管是实体还是线上的培训 那透过这些线上的培训 也就是我刚刚有提到了 我们有所谓的虚拟办公室 提供不同的这些时段 有一些人他们是兼职经营事业 他们可能自己也还没有营养俱乐部 他们就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时段来参加培训 不同的时段 我们针对不同的族群 也进行不同主题的培训 举例来说 有一个时段呢 主要是要分享我们如何发送邀请 举例来说 要如何的透过社交平台来分享邀请 那这是其中一个时段 另外一个时段 我会再提到注意力的 我会进行分组会议 一个会议是可能讨论 讨论这个营养啊 另外一个会议是讨论商机 另外一个会议是讨论培训新会员 那另外一个讨论是可能在讲 我们如何为会员提供支持 特别是如果大家碰到什么样子的 事业上的经营 碰到什么困难 他们可以获得需要的答案 以及需要的支持 那在这样子呢 一个小时分组讨论培训以后呢 大家还可以去加入其他的这些小组 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那也可以互相的去支持 分享彼此的经验 好 举例来说好了 任何伙伴他们有新顾客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经验 或者是他们要吸引新顾客 他们想要吸引更多的参赛者 想要销售更多产品的人 我们就会一起坐下来 而且我们也会表扬这些新会员 大家的进步鼓励他们 而这些有好成绩的人 他们就会更有信心 那如果没有好的成果的伙伴 他们看着我们表扬的人 他们会受到启发激励 他们也会对这个事业商机 有了信心 他们想如果别人做得到 我们也做得到 所以我们这一个 也是大概会花 大概10到15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让大家可以去 进一步的发展自己 那到底什么是一个成功人士 我们如何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这样子他们就会对自己有信心 对自己有信心 他们也可以阅读 他们可以去聆听 马克及米龙的这些演讲 那这个是线上支持的部分 我们同时也有实体的培训 像是我们有针对特定的会员小组 提供特定主题的培训 让所有参与培训课程的伙伴 都可以获得他们需要的这些知识 那这些是我支持组织的做法 不管从这个参与体重管理挑战赛 然后到把顾客去转化为会员 让他们可以成为活跃会员 成为督导 同时我们如何复制 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 这些做法去复制 那取决于大家的期待 有一些人可能会去选择 他们想要的事业方法 其地来说 有一些人想要成为 体重管理挑战赛的 健康生活教练 他们就可以来建立 这个挑战赛的团队 或者是小组 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会觉得 营养俱乐部比较适合我 所以他们可能会想要经营一家营养俱乐部 那我用这样的方法去引导大家 去支持我的会员 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样子的事业方法 这个事业方法要适合他们的兴趣 适合他们的期待 也符合他们的特质 这个就是我的做法 而且带来很好的效果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这些是我从事体重管理挑战赛的 个人经验 我吸取到的一些教训 那透过这些经验呢 我认为 其实任何会员的成功 都不是因为特定的事业方法 所有的事业方法都可以让我们成功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思考方式 还有我们的工作方式 那这个是我自己从经验中所学习到的 所以最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改变的 我们要有一个成功者的心态 成功者的思维 我们要对我们拥有的效果感到满意 因为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 更积极正面的思考 如果我们对我们做的工作感到满意 我们得到的效果感到快乐 那就是很好 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满 不是的 但是呢我们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想法 不断地去改善提升做事的方法 而经营事业工作其实是很美好的 我们要努力追求 因为透过工作我们可以不断地学习 如果我们想要有效的工作 我们就必须学习 而透过事业 我们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我们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学习 而透过这些学习 我们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很清楚的我们知道 每一个人都想要自我发展 都想要提升自己 我们都想要拥有更好的生活 拥有更好的收入 那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呢 那我的答案是我们要更加努力 我们要努力持续地工作 那有很多成功人士 他们有很多的想法 他们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但重点在于 我们是否愿意投入行动付出 那接着是我们是否能够专心 不管我们采用什么样的事业方法 如果我们不专注我们的成功 就没有办法持续 那也没有人可以保证 我们真的能够成功 那我们进行任何的提供管理挑战赛 我们都需要高度的专注 因为你知道的吗 挑战赛它只有10天 所以在10天内 我们必须要确保 我们真的能够为顾客 带来惊人的效果 让他们可以充满热情 更加的投入 可以继续参与挑战赛 而且还可以跟他们的社群分享 我常常把这10天叫做10个黄金日 我们必须要每天专注照顾好我们的顾客 我们也必须为他们提供有用的知识跟资讯 所以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在挑战赛上 我们必须要自我反思 如何让挑战赛更有效 如何让顾客更快乐 更满意 如何确保他们可以长长久久在我们的组织里 而且也确保他们愿意跟更多人的分享 专注力是很重要的 透过这样子 我们任何的事业方法都可以成功 那接下来就是坚持跟毅力了 那接下来呢 还有要善用我们的支援系统 我刚刚有提到 我们加入体重管理挑战赛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指导 很多的支援 那不管是线上啊 实体啊 刚刚讲到了野餐啊 或者是各种表扬活动 那同时呢 还有发展非常多的这些资源 各种学习的材料内容 那透过这些资源 我们可以去选择合适的 来帮助大家 取得体重管理挑战赛的成功 那我们怎么样去善用这些资源系统 举例来说 像是我们有体重管理挑战赛 然后有一些 大家问问题啊 怎么样去做到体重管理 我们其实已经有这些资源材料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善用资源系统 把更多人带到这些活动 带到这些培训系统 就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动能 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看到成果 与其单独工作 我们应该要善用整个资源系统 那最后就是持之以恒 一遍又一遍地做 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 做第一次就会成功 像是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遭遇很多的难题 我也需要做很多的调整 所以我们不要急着说 我们一旦有一种事业方法 我们就一定会成功 我们就会马上跟别人一样 得到好的效果 那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有犯了一些错误 我也曾经有很多的困难挑战 但重点是我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不断地学习 我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呢 与其说好像做几次啊 效果不如预期就放弃 我其实我不断地思考 我怎么样在地化 我怎么样更适应当地的环境 我如何让我的情况 我的组织可以更有效 所以我就不断不断地调整 不断不断地做 如果有错误 我就调整改进 我就继续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组织的方法 那透过这样子 我们透过这些经验 学得教训 那这些经验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事业方法 我们都要记住这些事情 好 那再次的非常感谢大家 聆听我这40分钟的分享 那我这边就完成了我们的大师 培训课程 希望透过我的分享 大家可以找到跟你事业 更契合相关的这些内容 40分钟不太长 但也不算太短 要大家可以吸收刚刚所有的内容 可能不太容易 所以呢 我这边想要帮助大家 用一些关键的重点 帮助大家复习一下 今天的大师训练 首先呢 我们要记住 我们的事业方法 跟其他人的事业方法都是一样的 应该要有三个条件 首先我们都要去发展 我们的顾客基础 这些定期会使用我们产品的这些顾客 那第二呢 透过我们的事业方法 我们要可以去产生下一代的会员 让他们可以去复制我们正在做的事 第三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结构化的培训流程 可以去复制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能力 以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那你回到你的市场 而且你有你的事业方法 你要记得 一定要让这个事业方法 简单 容易执行 可能跟你的个性有关系 但要尽量简单 因为越简单 越多人可以去复制你正在做的事 第二点 我们要让它有趣 让它有意思 那随着时间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做 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事业 不断的创造进步的动能 那我这边就要结束我的训练 请记住 我们如何思考 我们的思维是最重要的 事业方法可以让我们走向成功 让我们思考的方式是最重要的 每次碰到困难 请记住 这些问题有自己的答案 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你继续寻找解决方案 继续去寻找这个答案 你就一定会有很好 很好的这些效果 很好很好的这些成功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Mighty Ming Tu 我来自越南 15黑总裁 再次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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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